《极库物联》是源自一款理工大学 是我们全球第一家分布式场景化CPS物联网的一家技术公司 我们聚焦在去做一个分布式场景化的CPS平台 我们希望用一种柔性的技术去帮助传统的软硬件 去实现叠加从智能的硬件与物联到CPS融合平台的能力 我们具有从软硬件到通讯到分布式云基算这样一种复合的研发能力 同时在物联的技术上我们是具备从感知到传输到应用这样的一种权战能力的 目前来讲我们整个的技术平台是覆盖了从嵌入式的智能硬件平台 全协议的云物联网管到整个云这样的一个全平台的能力的 目前来讲我们已经累积了近30线的这种专利 有接近10线的这种著作权 那么我们每年还在以相当高的一个速度在增长 主要来讲我们希望能够实现在一个平台下面 能够按需去叠加这种不同的这种生活啊 办公啊 供应链啊 服务啊 门禁等等这样的一种智慧化的这样的场景 我们在这些领域里面可以提供到从这种软硬件的产品 到解决方案的这种领域服务这样的一个暂时服务 极肤物联呢 目前在这个市场上呢 我们希望未来也是一种面向全球的这样一个企业 所以目前除了在国内啊 有一家控股的这种智慧办公的产品公司之外呢 我们也在和国外的这种合作伙伴会去合资去组建一些 那像国外市场这样的一个海外的企业 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呢 是在我记得 这应该是通过广交会啊 这样的一些渠道 但是后来呢 我们感觉到 Fresh特是一个很有理想的对未来这个整个技术啊 以及这个加力的发展趋势有自己独特理解的这样一个团队 能够看到未来是一个风险的时代 Fresh特它是基这个IBM的Block Trade这样的一种技术 能够在这个一些物流啊 供应量等等这些不同的领域 未来希望把这种风险的这种技术呢 带到这些领域里面 而极库来讲呢 我们聚焦在这个物联的技术嘛 所以我们双方的结合 未来呢 是可以做出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开放的平台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跟Fresh特能够两个团队一起越来越紧密 能够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更好的这样一个产品和服务 我们目前的这种云数据中心呢 在国内 在国际都是有 那么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营销的这种渠道的网络 有自主的制造的基地 以及OEN的 ODN的这样的一些授权的制造的工厂 我们极库主要是做IoT物联 其实IoT物联的核心就是智能 同样是做智能 其实我们极库认为的智能应该是为了人和工作和生活更加简单和更加智慧